报告 没有发现目标 继续转发生的计划 报告 跟踪群球守护陈老姐爸爸的车辆 已随便是否进行地理清除 老爷子的安全全不是有事 立即清除被车辆 是 怎么了 哦 没事 就后面有一车呀 陆怒正犯了 甭理他 这种人开车呀 只能中午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早晚得出事啊 我去 董事长 上车是大家请电话 喂 刚刚有可离车辆企图截施定尊 现已给我们订点薪水 查清楚是谁干的了 查清楚是谁干的了 还在调查中 有两门歹徒趁烦逃偷了 马上展开调查 务必查出目标真凶 一旦我爸有什么闪失 我拿你们试问 是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确保令资安全 老陈 你就在车里等我 我一会追出来 哎 韩总 我呀 听说咱们公司遇到了这个债务危机 我这个卡里呢 是我女儿每个月给我打的生活费 我也没花过 您就拿去应急吧 你的心意我领了 谢谢你老陈 老婆 如今既然我已经找到你了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让你恢复记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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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犯法了 就你这么说 别着急 老子很快就能睡到你了 这是我们的合同 你先看一下 合同的事先不小心 你先陪我喝一杯 不好意思 我不会喝一杯 你什么时候不喝就不喝 跟你说喝 喝 喝 受 在那之后 我就再也不能认识 只有你才能启发出我的运法 徐总 事情办砸了 半路杀出来了司机 一群 喂 连个司机都对 徐总姐息怒 虽然人没有抓到 但是我们已经缴盲了 他的银行贷款 韩芸汐 老子已经和你最大的债务 搭成了合作 一旦你还不上债 整个一人集团都将会是周朕大的 而你 就会是我的了 老子睡定了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贷款 没能申请成功 导致公司 能把偿还聚落完成 公司 是能申请破产的 大家别这样 以你们的能力 到别的公司 也一定可以闯出一片天地的 大家这些年来 跟着我抗议 也很辛苦 这些钱 是公司给大家准备的补偿金 谢谢大家 一直以为的付出 老 韩总 我有话说 陈一铭 虽然你就是一个临职司机 但是韩总仁义 不会不给你钱的 赵副总 你误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陈 这段时间 你也行 你放心 公司也给你准备了一份补偿金 韩总 您真误会了 现在公司正在面临困难 我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 拿这些钱 这个卡里 是我女儿给我打的一点生活费 我也没看过 也不知道有多少钱 你拿着 是我们一点心意 希望能够对公司斗过难关 陈一铭 公司现在面临的是 五十个亿的债务危机 就你那三五百的生活费 估计还不够那些债主 那塞压味呢 赵副总 你少做点事 老陈 你的心意完了吗 这是公司 人比的一万块钱 韩总 不行 我不能收这个钱 韩总 真的我不能收 你这 我他们把钱给我放下 谁都不许动 有钱给这臭打工的分 没钱给老子还债 你真给老子冤大仇啊 这些都是给员工的补障金 我求您别动它 欠您的款项 等我公司获产清算好 我一定会一一万清的 等你清算完 我上到张里去 你这个 张总 你听看您这话说的 我们韩总狠手心用的 他既然输了 就一定会做到 你才能的 滚开 什么道歉 我告诉你 欠我的五十亿 立马还给我 否则 我就把你卖到暗场去提干 你敢 你什么东西 敢认识去用张总说话 还不赶紧为谁说道歉 赵副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正所谓 实时务认为俊杰 对吧 我提前跟新领导搞好关系 这没问题吧 赵伟东 你可是韩总一手提拔起来的呀 现在韩总一手困难了 底部帮忙 反倒落井下石 你要吃个人吗 妈的你一个临时司机 敢用这种口气质问我 保安 来把他给我扔出去 不是 你想这么烦吗 我现在还是一链集团的总裁 可是如果你拿不出五十个亿 这一链集团 那就是张总的 韩总 张总势力太大了 咱们动不过他 要不把一链集团 就给他们吧 总比卖到地下暗场要好 一链集团 是我一手放箭 就算破产千算 我也绝不会眼睁睁看他 在别人手里毁掉 那可由不得你了 你来给我签字吧你 你放手 今天谁敢动还动 妈你动手 张总 你快让你们弄死 你什么大算 我上 你不就这套钱吗 我不想办法我还扔就行了 说什么 这有质疑 能还上 张总 他就这臭司机 张总 我这呢 有张卡里面有些钱 你拿上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大官卖铁也还给你 陈卫敏 你赶紧把你的卡收起来吧 别在这丢人信 老陈 有心意 我明白 但你这些钱 没你的卡 别装逼的你 这么大的证 你能还上 四无量力 臭司机 既然 你要装逼 那我就在众人面前 把你的脸 刷 我倒要看看 他什么档子 敢对我在这装逼 张总 您看 张月明 我说了你那些生活费 都够塞牙缝的 这家人的 如果张总 我看你怎么收场 这张卡 竟然是至尊王卡 这人跟上金寺的家族 到底是什么关系 陈先生 可否 借你不说话 陈先生 您那个至尊王卡 是哪来的呀 至尊王卡 他好像很怕这张卡 不管了 你说那个至尊王卡 那个是别人 求着我女儿送给他的 上金四大家族 竟然求他女儿 收下至尊王卡 想必身份 定然不一般 陈先生 刚才 小弟多有冒犯 安静你 不要往心里去 没事 没事 五十一就不着急 哎呦 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哎呀 太好了 好好好 走走 张总 你这是怎么 哎 他就一个臭司机 你 你什么大事 别以为你投靠了我 我就会让你做一链集团的总裁 带你做梦 张总 您之前清楚答应我 闭嘴 一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把你留在身边 哎 陈先生 这狗东西数次对您不敬 您看这个实处太可恨了 啊 嗯 嗯 嗯 哎 嗯 哎 对对对 哎 哎 张总 饶命啊 张总 张总 得罪的又不是我啊 啊 哎 哎 老陈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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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哎 狗眼看人低 你 饶过我 你最对不起的是是韩总啊 啊 啊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算了 你自己辞职 哎 好 谢谢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哎 哎呀 哈哈哈哈 韩总 实在对不起 刚才我都是开玩笑的 您千万别往心里剧啊 啊 我就先告诉你们 你们 怎么感觉张胜达好像很怕老陈 这老陈是怎么做的 这个陈卫明到底是什么来的 老陈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啊 不是这卡里面啊 就是我闺女给我存的那点生活费 哎呀不管了 反正啊 咱们公司的债务危机解除了 这样不去给咱们开瓶红酒 清楚清楚啊 怎么张总 见了老陈的卡之后 态度转变这么大 能到这卡 把波斯机给我 见了 许总出大事了 一链集团的债务危机解除了 你说什么 我刚刚跟张顺达通过电话 他说不再与您一起对抗一链集团 他还让您别再去骚扰韩雲熹 否则后果你们都无法承受 正是你打这个废物 许总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既然软了不行 那就来硬的 老陈 今天多亏了你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别这么说 这都是我欠你的 你欠我了 那你以前就认识了 我就一司机 以前哪能认识像韩总这样的大人物 云西 我一定会让你重新记起我的 老陈 咱们公司能度过这次危机 你公不啃我 你说这事吧 我也挺纳闷的 明白了 肯定是姓张那小子的 泡死机出问题了 嗯 老陈 你说 你要是 再年轻几岁来多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 安总 我爸 是觉得我比较玉树临风 咱是不是有点 太快了 老陈 谢谢你 老陈 老陈 对 不 是 Hist 原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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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晨你快走你不要管我 原忠总 只要你们放人 我们什么事都能谈 你他妈算哪个聪明 你可以跟老谈吗 徐总统你不管老陈生你放他走 你好像很在乎这个老东西 关你什么事 臭婊子给脸不要脸 你中小 全境别自悟 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告诉你 老子这辈子还没干过让自己后悔的事 你不要你的女人了吗 徐总统你放他走 我什么都觉得答应 我已经承到 我已经承到 又起了 青龙 有我爸的最新消息了 属下也陪人查探 陈老板已不答应 龙爷不好了 陈老总不见了 什么 你们四大家族是干什么事的 连我爸的安危都保证不了吗 我等于师父之手 请全总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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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长 当务之急是找到老爷子的下子 马上集结所有人手 展开全城搜查 务必保证我爸的安危 就为了一个司机 你做什么都愿意吗 黄总别答应了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承担你放过去 可以 不过 我现在火很大 你得先帮我降降火 你无耻 副表 你想让那个老家伙死吗 你们放开他 有什么就救我来 救我来呀 老师 于是 于是 让他给我闭嘴 陈总棠 你这个无耻 神徒 你 你才知道吗 更无耻的还在后面呢 都别走 我的你早死 给我弄死他 老师 干什么 游戏 快走 老师 别管我 别管我关宝 别管我 别管我关宝 老师 你是当年救我的那个大哥 老师 你是当年救我的那个大哥 别想了 快跑 快跑啊 老东西 你确实很能倒 不过 就是不知道 你这骨头硬米 陈总 徐总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要打断他的腿 当然 你如果愿意主动从我 我可以只考虑打断他的一条腿 大妈个混蛋 大妈 又来 又来 好大的胆子 你 你敢打我 徐总棠 知道你得和谁说话吗 龙爷 龙爷 你怎么会来江城 龙爷 你怎么会来江城 怎么连上军四大家族都惊动了 对呀 去蒙大人 那是四大家族最强战力 连他人家都亲自出手 战力 这又是到底什么样的 知道你得罪的是什么样的人物吗 现在那咸杂人物全部给我带走 看你不这装扮 应该是执法队的吧 执法队 不是吗 陈先生 能得到您的认可 是我们执法队的人信 哎呦呦 我不敢不敢不敢 我万多谢谢您 那个队长 我还想跟他说句话 嘿嘿 小伙子 冲动是魔鬼 以后啊 那我听行事啊 先生教训的是 这不就对了吗 今天呢 大爷在提点你一句 听人劝 吃饱饭 行了 走吧 哎呀 我都淋淋大宝贝 快来 我给你介绍个人 叫得这么亲切 他们是什么关系 妈妈 妈 妈 这女人竟然跟我养母这么像 把整容成我养母的样子 接近我爸 帮不去什么目的 林林 你别乱喊 这个呀 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韩芸汐韩总 这个呀 是我女儿林林 陈依林 肥子小 您别见怪 老陈 你女儿都这么大 哦 林林呢 是小的时候 我从街上 捡回来的孩子 哦 你好林 很高兴见到你 樊小姐 我跟你不熟 你还是叫我陈小姐吧 另外 我爸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希望得跟你原谅 林林 瞎说什么呢 陈小姐 我想你误会了 我跟你爸 不是你想你那种 最好是我误会了 一边去 韩总 孩子呀 刚从国外回来 这个可能 时差还没倒过来 脑子不太清楚 您别见怪 别见怪 没关系 你女儿的性格 英识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别在这傻站着 你赶紧回去吧 我还送韩总回家 走 臭老婆 重色轻语 老陈 要不玩着自己去 不不不 没事没事 我这不还没下牌呢 走咱们走 不管她 清雷 给我好好查一查 这个女人的底线 是 都是这 东西 你最好接近我爸 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你的 定让你付出 最惨痛的代价 小妖姐 我的钥匙丢了 只能在你家 接待会儿 希望你的钥匙 是真的 小妖姐 我想 你可能误会了 当年我留落跌头 是我爸 又当爹 又当妈的 才把我拉扯大 后来更是为了我 放弃了 老机床厂厂长的机会 所以 我不希望她 受到任何伤害 我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 可是她今天 为了你 连命都丢了 一般的行李随便接 我希望你离开我父亲 小妖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 大的什么主意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就死了 这条行的 就算我爸 以后要找老伴 也不会找你 这种胡思 既然沈小姐这么说 那你这个后妈 我当定 这不妖脸 你怎么出来 是不是 里面的孩子 有跟你斗嘴了 喂 董事长 咱们的人检测到 今天有人查询了 老爷子的张卡的余额 我们第一时间 就锁定了这张卡 谁干的 是江城集团的张顺达 想办法解决掉这个麻烦 不要让任何人 知道我爸的真实是 是 我立刻去办 对了 韩云西那个女人的 来历查清楚没 这孩子呀 他想让我给惯婚 说话呀 也没心没中的 你事啊 给您排入不是 没事 老陈 我真的很羡慕 有一个这么关心你的女孩 您就别夸她的 就她那个臭脾气啊 我与谁都清楚了 我多希望 咱们一家能早时团聚呀 我突然想起来 公司有点急事 我得先回去一趟 好 行 我送你啊 不用了 你女儿啊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多陪阅她 行 老陈 明天公司有个 很重要的招聚会 你早点来接我 好 董事长 目前并没有查出 韩家姐有什么异常 不过他明下的公司 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明天他将会去参加 江恒集团拆先改造 项目的招标会 这是他唯一发生的机会 你立刻联系 江恒集团的CEO 李月敏 让他把招标会的 合同标书 给我爸送给你 好的 我立刻去办 韩芸汐 我不管你是谁 明天我帮你渡过 这个难关 希望你能拾去 知道你和我爸的差距 不要再纠缠了 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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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怎么搞 你们什么 谁都没想 说的 军长 查到了 那个司机名叫陈卫明 是老机庄厂 被开除的工人 他没有任何身份背景 那个娘们呢 他一直在国外 没有查到任何他的具体情况 不过 我向上年四大家族管事人 打听过了 他们都表示 不认识那个女人 看来那小娘们 也没什么身份背景 韩芸汐 你不是想得到江恒集团的相 老子天不让你得选 韩总 你怎么真的把陈卫明给带来了呀 我之前看过老陈的简历 他之前在老机床厂工作过 肯定认识孙明海常常 说不定就咱们禁标有帮助 行 这边韩总状态挺不错呀 徐总 希望你还记得 昨晚的教训 当然 克服 韩总 韩总 给 陈卫明 你不知道云天酒店不能外带食物啊 我还真不知道 我是看韩总没吃早餐 我就给他买了个烤红薯 烤红薯 陈卫明 就算是路边的大排档 也绝对不允许外带食物 更何况这里是江城第一豪华的云天酒店 你把这当什么地方 陈卫明 你自己丢脸也就算了 还拿上韩总 季月 你少说两句 老陈 这里确实不让外带食物 要不你还是把红薯 给我车里吧 好 拦着 徐总你要干什么 立刻通知酒店大堂经理 就说有人违反了这的规矩 慎宠招标会 韩总 如果被云亭酒店认定 他是来闹事的 那咱们参加招标会的资格 也有可能被取消 您来的时候 有人违反你们酒店的规矩 要大到招标会 这不是总裁说过的那位超级贵宾吗 他还特意叮嘱我们今日务必好好招待 不好意思 他确实不懂这里的规矩 请您多多包涵 也是 陈先生您好 我是云亭酒店的大堂经理 欢迎您的到来 大兄弟 是不是认错人了 糟糕 忘了李总吩咐 不得张扬陈先生的身份了 陈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请原谅我的冒犯 这是我们云亭酒店的招待规定 任何顾客到来 我们都将以最高的规格招待 云亭酒店我总来 怎么从未听说有这种奇怪的规定 你确定要跟这个老东西站在里面 许总啊 我劝你还是听一句劝 不要招惹不该招惹的人 否则后果你可是承担不起的 哦 对了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任何需要请随时联系我 大兄弟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还真有点事麻烦你 我这烤红薯啊 有点凉了 您能不能帮我热上 陈月明 你少在这儿丢人现眼 云亭酒店 怎么可能帮你热烤红薯啊 真是头老娘 陈先生 很乐意为您笑容 我就想吃烤红薯啊 这人家都没说什么 你俩话怎么那么多 我可吓掉你们了 别他妈高兴的太早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们就休想拿到老金床厂的拆迁项子 我们走 喂 李董 陈先生已经报了 什么 你一定帮我招待好陈先生 我马上就到 韩总 我帮忙去 韩总 他这也太影响公司形象了 陈月 不必带你去 韩总 他古道热肠 也何尝 不是一种独特的魅力吗 这还真是老陈啊 明海 陈卫民 你怎么可以直呼孙厂长的名字 哎呦 行啊 明海都当厂长了 你当学徒那会儿啊 我就知道你小子行 陈卫民 你现在的身份 可是与孙厂长有着天壤之业 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别介意 老陈啊 从厂子被开除后 生活一定很难吧 有困难 可以跟我提吗 作为老鸡厂长的现任厂长 我不会 做事无礼的 生活还过得去 谁不知道你现在给别人当临时司机 一个月三前一排都不到 给你养活自己都成问题 不然也不会来这做兼职了是吧 还行 我这平时也没有什么花销 哎 妹妹 你们俩这是 陈卫民 妹妹也是你能教的 亲爱的 你别生气 虽然我是陈卫民的初恋 可当时我看她就是个窝囊废 所以就跟她分手了 现在更不可能看上她了 韩总 这个老女人 竟然是陈卫民的初恋了 这个人谁呀 敢给孙厂长强女人 酒店打砸的 也很惦记孙厂长的女人 真的是我的良力 这个陈卫民也太 我检点了 别这样说 老陈 我是那样的 陈卫民 你他妈的 还以为你是当年的劳动模范吗 你那初恋王妹妹 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时代变了 你个癞蛤蟆 就别忘想着吃天鹅肉了 你是不是搞错了 想当初 可是你死缠了 哪追着我的 我什么都没答应你 我陈卫民这辈子呀 心里就不是一个女人 得了吧 陈卫民 谁不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我 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老陈 老陈 你们认识 你是谁 我是老陈的女朋友 你好 阿姨 你他妈谁啊 哪个单位的 我是一链集团总裁 韩荣熙 陈卫民怎么跟一链集团的韩总搞一起了 韩总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阿姨 大姨 不耽误你俩 防婚恋了 招标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咱们走吧 该死了 怎么会有女人看上陈卫民那个穷小子 妹妹 别生气 不就是一链集团吗 今天在这儿 照样得求我 韩总 谢谢你 不用谢 最老陈 你认识孙明海 孙明厂长 刚才那个就是啊 老集团长的时候啊 我还带过他们 哎 韩总啊 你白忙活了 我还以为陈卫民啊 能跟厂长说上什么话呢 结果 人家是随火不容的两个情敌 还有这事 算了 都是田野 韩芸熙 还真是你啊 欠了我爸五十个亿 还敢来这种地方 我今天是来竞标的 你爸说的 那五十个亿 他不着急 韩芸熙 你勾引我爸 欠了我爸五十个亿 是怎么有点来这种地方竞标的 这个小子 这放开你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 你算什么东西 敢管我的事情 还不给我滚 哎 张小姐 陈卫民可是韩总的男朋友 你得罪了他 小心韩总给你拼命啊 是啊 我们刚才只是说了陈卫民几句 韩总 彻底下把我们吃了 我说老同学 你还真是饿 什么都吃得下 张万一 请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不管你跟这个男人是什么苟且的关系 你要是不还钱啊 别怪我 不念同学的情分 张小姐 你爸爸和韩总已经达成协议 他们之间的这个债务关系已经解除了 不说八道 把这个男人的双腿给我打断 都给我中手 爸 你来得正好 韩芸汐他伙托一个野男人想要赖赵 张总 我可以给张小姐作证 刚才 陈卫民确实说 您与伊恋集团的赵 是必攻凶了 是啊张总 这个陈卫民最近叵测 我建议您 立即打断他的双腿 然后向他打出去 赵 你这是干什么 你打我干嘛 赶紧跪下来给陈先生道歉 爸 你开什么玩笑 你让我给他下跪 张总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陈卫民就是一个被厂子开除的工人 是啊张总 这个陈卫民就是一个临时司机 您没必要 对 你们也跪下来给陈先生道歉 今天不得到陈先生的原谅 我再打断你们的狗腿 爸 你搞清楚 我们才是宅舵 我说过 钱我已经决定不要了 赶紧跪下来道歉 张老弟 张老弟 这是不用 这些都是自家姑娘 没必要 没必要 陈老哥 您真是宽宏大量 张梦我实在佩服 死丫头 赶不赶紧给陈先生道歉 老夫官 实在对不住 都是我 教导无法 没事没事 都没放心上 张顺达 你还真是鼠目寸光 徐总 您这话什么意思 你不会真以为 他是个什么大人物 你还真是个蠢货 自己公司的泡磁机 被人做了手脚都不知道 好好看看吧 到底哪出了问题 这 泡磁机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张洗浴中心的VIP卡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你们集团的泡磁机被伊恋集团的人做了手脚 你可是真蠢啊 这你都发现不了 不论什么样的卡插进去刷一下都会显示是上京四大家族联合制造出来的至尊王卡 你怎么这么蠢啊 韩芸汐你好大的胆子 哼 我就说嘛 张总这么给陈文没面子 原来是他骗了他呀 废物就是废物 老了还是废物 怎么可能犯的两身 什么胆子 敢骗老子 来来把他都抓起来 哎呀 瞧老弟 你看你这是干嘛呀 你还好意思呢 干嘛 张总是我让老师骗你的 有事冲我来 冲我 好一个冷情惬意啊 没想到你伊恋集团的韩总竟然干出这种没错的事 为了能保住伊恋集团 可真是连连都不要了 徐总统你到底想干嘛 徐总统要干嘛 只要你陪我睡上这个月 我就帮你还清五十亿的债 再帮你拿下江湖集团的项目怎么让 你无知徐总 韩总 你要不然就答应他的 总比陈文明那个老头强啊 是心妄想 我就说死 也绝不干这种落脱事 宋夕 我也不会有意思 把他给我压起来 结束之后把他给我送到地下案 我要让他现在立马出台接客 兄弟 你还要是 你们放开他 你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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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陈文明 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着英雄救美啊 嘿嘿嘿 是啊许总 这个陈文明三番四次与您作对 您何不 解采一块收拾责了 是啊 我怎么把你这个老东西给放 结束之后把他也送到地下案场 我要让他看着韩芸汐 接客 好主意 这个事交给我去吧 等什么时候接客赚够了五十亿 什么时候不再放人 你们这帮混蛋 你们放开芸汐 别让他 放开他 放肆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江恒集团 李总 您来的正 伊绿集团的这帮人 置在您的招标会上闹事 你给我住手 这里是江恒集团的招标会 总不得你们闹事 李总说的对 招标会了 韩总 没事吧 你认识我 您说笑 我怎么可能认识你总这样的大人呢 韩总 你也太高看陈伟明了吧 首先 感谢大家来参加本次的招标会 但是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本次招标会 取消 李总 可否告知原因 因为老机庄厂开签项目的合作方 已经确定 已经确定了 谁啊 不忙各位 我们龙庄集团昨天就已经将招标计划书递给李总 并且得到了李总的认可 所以现在李总已经将老机重厂拆迁改造项目交由我们龙庄集团开发了 恭喜徐总啊 龙庄集团搭上了江横集团这艘大团日后定会飞黄横达呀 恭喜徐总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好说好说好说 剩我的仓 你国者不行吗 徐总 贵公司的招标计划书能够得到李总的青睐 想必定是过人之处 我说每次公司制定一个好的计划 龙庄集团就能率先退出 原来是你们搞的鬼 韩云西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没有江横集团的计划书 又签了五十个亿的巨额外债 这下就乱了 天秘书 韩总带我们就跟家人一样 你这么做 这不是我们负义吗 算了 是我自己瞎了眼 看错了 不过没关系啊 韩云西 只要你现在答应陪我睡一个月 之前的承诺依旧坐下 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千万没有错过 徐总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分 装什么青春 连陈卫明那样的老穷鬼都能看上 徐总为何不能 你说完了吗 现在我要宣布招标会的中标人了 莫辰 咱们走 获得江横集团老机床厂拆迁项目的中标人是 一链集团的陈卫明 李总 您可真会开玩笑 江横集团怎么可能把项目给一个临时公司机啊 就是 这个项目给谁也轮不到陈卫明 陈卫明 你想干嘛 想对李总屋里吗 李总 我呢是个粗人 您别逗我 您刚才说的话 我没太听懂 哼 话都听不懂 赶紧滚吧 我们李总可是江城商界的大老 你如果敢得罪李总的话 就是在向整个江城商界宣战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跪下来道歉 跪下道歉 跪下道歉 都况就好 嗯 恭喜你 成功惹怒了李总 你今天死定了 李总 对不起 我代替他给你道歉 韩云西 你以为道个歉 就能保住他吗 韩云西 我和李总还算有点交情 不如 瞧瞧我 失稀妄想 徐总 既然陈卫明找死 那就撑伤他吧 来人 把他们两个给我绑啊 我看谁咱 陈先生 您误会了 我并没有羞辱贵公司的意思 本次中标人确实是一连集团 这 这是 吹签合作的方案 进一步吗 李总 您这玩具要看得有点大了吧 你看我们现在看完项目 可是李总 他们一连集团马上就要破场了 你把项目给他们 项目是江峰集团的 我愿意别试就别试 需要向你一个外人解释 陈先生 我相信您一定能出色的完成老计划长拆迁项目 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看到了吧 这个呀 就是善恶到头中有报 不是不报 实惠味道 孙兵海 这人经常说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但是我呀 就没你这样的不孝子孙 老陈 你之前都是在考虐 你不会当真了吧 你快进一边去 方美妹我再跟你说一次 之前我就没看上你 现在也都看不上你 咱们走啊 陈先生 我派人送您 不用不用 我们开车走就行了 好 那我送送你这边 谢谢啊 陈先生您好 您的地瓜 已经帮您热好 谢谢啊 哎呀 都看到了吧 跟你们说 跟你大爷呀 还是你大爷 怎么懂 许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 你们说 李总会不会跟张总一样 误会陈卫明是什么大人物 没有 哎 你走了 李总 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这陈卫明他只是一个臭司机呀 李总 这个我可以证明 他被我们厂子开除以后 就一直给人家当司机呢 是啊 李总 您怎么能把项目交给他呢 一群有眼无助的家伙 我回来就是告诉你 江峰集团 停止与你们的一切合作 许总 江峰集团断绝了 与我们的一切往来 导致两家公司股票大跌 哎呀 我就说嘛 那个陈卫明不能惹呀 许总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哎呀 许总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就别卖官子了 我们都快破产了 别急嘛 张总 许总 听您这话的意思 您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韩芸汐以为他拿到老机床厂拆迁项目 就可以达到我们许总 真是吃新梦想 哇 我查过了 江峰集团只给了韩芸汐项目 但是没给钱 但是韩芸汐拿到项目 他可以去贷款呀 张总 你有所不知 大厦银行信贷部主任 是我们许总的金表格 没有人会给韩芸汐贷款 真的吗 当然 就算韩芸汐拿到项目了又如何 他根本就翻不了这 反而还会加速的破产 果然还是许总的 如此一来 他韩芸汐也迟早是 旁风之物 一链集团也迟早是您张总的 喂 什么 银行贷款出问题了 哦 我知道了 韩总 这马上就要到 拆监款发放补偿的日子了 这如果说银行贷款 出了问题的话 我怕老集装厂的员工 会去厂子里面闹事 老陈 马上送我去大线银行 陈总 您来了 真是贵客连门 还是叫陈小姐 陈小姐 您大驾帮您 不知何办法 上次多亏了你的协助 掩盖了我爸的民航卡月娥 才使得他的真实身份 没有气落 这次 我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陈小姐 您言重了 并尊是我行的万亿之尊金主 保护他的隐私 是我们的值得存在 特大 文贵他已经停止办理存取款业务了 你们可以前往ATM进宿路 你好小姐 我是一链集团的韩芸汐 来找你们新代部的徐经理呢 韩芸汐 好像经理特意交代过 你没听见吗 我们已经下班了 不是小姐 你看 这边还有十分钟才下班呢 对啊 韩总啊 确实有急事找你们徐经理 您就通路通路呗 我们徐总日理万机的 不是什么阿嬷阿狗都能见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 好啊 我把他俩轰出去 走别动 好啊 我把他俩轰出去 哎 你们干什么 我跟你们说 也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救了 要是早十几天 我把你们一个个人都打发去 不知死我的狗东西 记住了啊 不拿出来镜子 我看住了 哎 你这个小 那个 韩总 你也别太着急了 不行 咱们再想想别的吧 老臣 如果银行贷款问题解决不了 我该怎么要面对 一链集团的缘故啊 那韩总 我去给你买报纸 老臣怎么像我印象中一个人 哟 这不是一链集团的韩总 怎么 弄成这个样子 你想干什么 让你认清现实 跟我们做对 这就是你的下场 银行贷款是你们的搞的鬼 你猜对了 你们太卑鄙了 韩云西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 你不是也想联合江恒集团来打垮我们吗 但是很可惜啊 你的计划失败了 虽然江恒集团和我们断了来往 但是许总在银行搞了一大笔贷 有了这笔贷款 我们两家公司就能轻松逆转局势 而你没有这笔贷款 再好的项目也只能停下来 只能宣布破产 这么漂亮的脸蛋 真是可惜了 别给脸不要脸 韩云西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信 只要你答应成为我的 我就可以帮你摆脱所有的机 休闪 把他给老子绑啊 老板过来 好嘞好嘞 谢谢 肯定给钱呢 我不要这 我要个纸 着急来都是要人 我不用 不喜欢的 舒服 就我一个纸多少钱 还什么喜欢带的 一块一块钱 刷卡吧 这么讲究 一块钱 刚刚那银行大厅那么多人欺负一个女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那女的好像是一链集团的孩子 哎 你的卡 把他给老子绑了 住手 怎么他们又是你这个臭死 陈文明 不想死你就赶紧给我滚 田新月 你怎么还算是个人吗 韩总拿你当亲姐妹呀 你就这么对他 亲姐妹 那能值几个钱 那能值几个钱 你们不就要钱吗 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拿什么还 你的身体吗 不不不 韩芸汐 你的身体已经不值钱 已经不够抵债了 除非现在你把项目交出来 我们可以考虑 发现你这段 芸汐别误会 比我们远点 我们并不是想要抢走你的项目 而是想跟你达成合作 你有项目 我们有钱 咱们在一起不就是天作之合吗 可以 这就是放屁 钱我们要当一顿 这就是个圈套 别担心 就这些行列三 还没放在眼里 告诉 今天谁敢动韩动一下 咱们就都别火 来呀 来呀 看什么呢 你动手 绝对给我动手 李烈 你怎么也在这 那个 喂喂喂 说完了吗 又是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小娘们 别他们装枪做事了 今天可没有圣君四大家族上 快走 用我阻止他们 带着李烈赶紧走 爸 小时候你护着我 现在轮到我保护你了 这些人在你的眼皮子里情闹事 该如何处置啊 我马上叫人 把人帮闹事的 差不多抓起来 帮不 马上把保安 全都救出来 瞎了你们的狗眼 我们徐总的表格是徐总男 你们敢动他一根头发 你们全部都得下稿 徐总男是谁 是我们银行新贷部的经理 小娘们 怕了 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麻烦给我 哎呀妈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动我的人 我现在就让我跟下来 把你们全部开除 喂哥 你们银行的臭房案 竟然敢动我的人 你看你过来 快 徐经理啊 几个小时没见 有伞子 咱到哪儿了 老爷 是想这儿 喂总的啊 你说什么 他们好大的胆子 总套你别信 我马上下来冲林 扫兴 我上去的 哎 徐经理啊 你扛兴我呀 哈总 雷雷 你们赶紧走 要走一起走 我们今天谁也都会啊 哥 所有人都有 我们徐经理来了 你们死定了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什么当事 让你们看看敢动 我们动手是什么后 徐经理 刚才这两个兄弟非要见你 这个老鼻灯 还 还想费力我呢 哎 不是这位小姐 这放开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啊 你看啊 他还骂我是小姐 你才是小姐 你全家都是小姐 你敢当着我的面 这么侮辱我女人 你找死 来啊 最硬 徐经理 赶紧找你的人 把他们都抓起来 你们凭什么光天化日就抓人 就凭我哥是大厦银行的信贷 不清理 掌管着整个江城的贷款业务 别说是把你们抓起来 就算是把你们弄死也没人敢管 韩芸汐 为了这个男人和我们徐总作对 这是你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不非你现在把这个老家伙辞罪了 再当众扇他几个耳光 然后自愿做我们徐总的一人 你欠我的那五十亿 我可以考虑给你打个八个 你们做梦 我就算亲家荡产 也不会出卖老权 给也不要 我以大厦银行新代部经理的身份 命令你们 马上公主 去到哪 你好大个官位 你算什么东西 敢用这种口气 跟我们徐经理说话 你还想不想在大厦银行干了 你放肆 徐经理 你干嘛打我 哎呀徐总 你他妈活干 有我哥在轮得着 你这个臭娘们发号尸里 还有你呢 以为认识个什么破大厦银行的小人物就可以翻天吗 真是搞笑 我哥在大厦银行可是仅次于李航长的二号人物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人 李航长可是上京盼下来的人 怎么可能听你们这帮废物质 跟你那废物老质一样愚蠢 真是龙生龙凤生凤 不归生亡吧 住口 你欺负我可以 你欺负我女儿 他妈要你命 他妈 什么当事 敢当老子 来人 我弄死他 你敢 我他妈的 真拿自己当行长了 你去你 徐经理 我刚才眼镯着实没看到您在旁边 陈先生给您添麻烦了实在对不住 李航长您客气了 李航长您是不是认错了呀 怎么可能 是啊李航长 他就是一链集团的一个臭司机啊 我可以证明 当初就是我把他召集一链集团的 李航长您听我说 他们三个和一链集团那是一伙的 他们一链集团兵力破产 急需一大笔银行贷款 为了达到这个任务 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静雲 一定要调查清楚 你们追口犯人 我们从来没欺骗过任何人 没错 我们公司是缺陷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干过扣蒙拐骗的事 你们胡说 不是骗了张总五十个亿吗 李航长 我向您保证 这帮人绝对不是什么善男心女 你可千万别被他们骗了呀 对对对 李航长 你可一定要调查清楚 这帮人绝对是又在耍这么花招 为了就是骗取贵银行的贷款呀 你们这钱 有眼无珠的蠢库 陈先生是我行的至尊金主 存款超过万亿 弄得着骗带的办法 这么厉害呀 他就是大夏银行的至尊金主 听说大夏银行这几年发展这么快 都是因为有这个至尊金主 在背后撑腰 有钱真少 不显山不露水的 怪不得 你俩能找到这么正点的女朋友 原来是英雄的大富豪啊 这绝对不 这老东西怎么可能会这么有钱 这肯定是假的 他就是个骗子 李航长 你是不是也被他那张上金四大家族联合定制的至尊网卡给骗了呀 对对对 那张卡就是假的 我也被那张卡骗死了五十个亿 你们两个还真是好大的胆子 不仅敢伪造上金四大家族联合制造的至尊网卡 居然还敢冒充大厦银行的至尊金主骗取代课 你们可知道这是死罪 你们胡说八道 我没有 不对 我没有伪造任何卡 那个卡就是我女儿给我打收费的卡 还不承认什么 李航长 我建议立马将这帮诈骗犯交给警方出来 我同意 一帮无知的蠢货 得罪的什么样存在 还不自知 今天就让你们看一看 陈先生 真是真 这到底什么情况 这怎么可能 他 他不就是一个临时司机吗 我的天哪 我们竟然得罪了至尊金主 许总 我说什么来着 这个陈卫民他不能惹你偏不信 他下一切都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先生 你看这帮人该如何处置 他们 李航长 既然徐东涛他们想尽办法非要搅黄我们韩总的这个贷款 那也就让他们常常被银行断贷的资料 我宣布 从即刻起 江城所有银行 立即断掉你们的所有贷款 并要求三日内完成所有欠 逾期不还 立刻查封你们的所有财产 包括你们的两家公司 李航长 我真的错了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要求的人 不是我 陈先生 陈先生 不 陈哥 我错了 我永远不是赛山 五十个亿代贷款 我不要了 你放我一条程 好不好 那五十一我们根本就不欠你的 是你联合甜心悦他们一起坑走了 所以你的道歉我们不接受 还有你俩 老陈其实我是个卧底 潜伏在徐租桑身边 就是为了有朝一致 能帮助汉总 我的任务现在完成了 我可以正大光明的回公司了 还得多一边去 要点脸吧 至尊基督大人 我们有眼不知太善 无一冒犯清风雨量 可 你现在求他有个屁用吗 咱们败了就是败了 输得起呀哥 闭嘴 秦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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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他妈一帮蠢货 安芸汐 你们给我等着 只有我这一天 我就绝对不会让你们消停的 许东超 你觉得你还走得了 终于把这帮人收拾了 哎老板 你买了东西不 哎谢谢啊 点心 你们俩这是 要去约会 哎不是你胡说什么呢 我就没想买那儿 秦小姐 你误会了 老头 你们俩的关心着 够快的呀 林林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没想买那个东西 没关系啊 他已经通过我的朋友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不用 我我我我这 我这真没买 老板你赶紧帮我说句话呀 哦哦哦对不起老板 刚才一招紧拿错了 这是你要买啊 啊还有您的卡 哎哎 你们看你们看 你们看 这才是我要买的东西 哎呀好了老头 真的假的已经不重要了 我已经认可你们俩的关子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呃我店里面没人 我先回去了 爸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你是觉得自己认不上他 还是爸被拒绝了 要不 我把你 别瞎胡道 李航长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这怎么就成了 大夏银行的金主啊 因为年名下 账户存款超过万亿 已经自动升级为 大夏银行的 执尊金主 老陈 今天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要来跟我当司机 我 行了李航长 您就别拿我爸去 还是个哥 这这这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一会又是万亿存款 一会又是至尊金主的 其实我跟李航长是旧事 再加上您之前在银行建议有为的事迹 所以李航长在答应给你演这出戏 哦演戏啊 对对对没错 刚才这是我们演了一出戏 要不然也不可能那么快 逮住许宗南 这有苍蝇对吧 是是是 全然是这样 我就说吧 我这都老是半辈子了 怎么可能一下子有那么多钱呢 哦对 那个李航长 我呀 还有点事想拜托你 你再说无法 我们韩总呢 接了一个老厂房的改造重建工程 今天我们过来啊 就是想办那个贷款的事 您看 您说的是一百亿的贷款 我已经行了 一百亿 齐啊 二不要是绝对几百亿不够的话 那那就两百亿 二不要是绝对几百亿不够的话 那那就两百亿 够了 谢谢 再见 你真是我们一链集团的恩怨大恩人 那那行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啊 好的 您接那个那个那个来 兜里有钱吧 请个银行长吃个饭 毕竟人家陪你演这么长时间戏 也挺辛苦啊 行老爸 那我就不耽误您和韩总 弹琴之爱 这 就韩总 老陈 哎 刚刚陈小姐 给了我两张电影票 我今天有空 你要去看吗 啊 董事长 韩芸汐十年前头部受过重创 减之失忆 你是方会不会 喂 什么 都我知道了 董事长 您的死对头 因发鬼迹来将 什么 我用鬼迷透了吗 快叫鬼迹总裁 我用鬼迹总裁 这些年你一直潜伏在大厦 辛苦了 为鬼迹总裁办事 不行 调查的怎么样了 为鬼迹总裁 经过调查 这个陈依林 的确是大厦江城人 目前 她的养父 还追在江城 我说她怎么每个月都往大厦江城这边打钱 原来她的哥在这 上年四大家族那边呢 已经按照您的指示 冻结了他们的账户 很好 那个妻子徐宗涛呢 她两次办事实力 现在已经被关押了 算了 她毕竟不是陈依林的对手 不过 能把陈依林逼回国内 为了控制整个董事会 争取了足够多的时间也算了 你去找人把她从里面捞出来 是 陈依林 只要那位全球第一财团幕后最大的股东 都亲自出面保你 这总裁的位子 我坐定 我娘好啊 哪有就到了啊 少臣 你对这养老院挺熟的呀 必须的呀 其实你对这也挺熟的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早认识我几年 你对这也很熟 其实最近啊 我老实在做一个梦 在梦里面 有一个男的 他跟你怎么取向你 他救了我 后来 我好大 在他结婚了 还梦到什么了 老陈 老陈 你来得正好 马大爷还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两天了 这不吃也不喝的 睡觉也不开门呀 快走 马先生 您终于来电话了 戴克斯 我决定要回归了 帮我立个遗嘱 马大爷 别来烦我 我谁也不见 马叔 我卫明 我们来看您了 卫明 哈喽 卫明 人心 你们来了 快进来 马叔 你认识我 卫明之前提起过你 说你是个既漂亮又有能力的美女总裁 他真的不说我的 马叔还能说谎 小川 你看 这马大爷除了你谁叫也不开门 实在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卫明 快进来呀 哎 好 回头啊 我请你们喝饮料啊 你先忙 我先走了 哎 卫明 交了女朋友 也不告诉我一声 小马 叔 你误会了 马叔 我这部和卫明刚确立关系 就来看您了吗 卫明 很有眼光啊 谢谢马叔夸奖 马叔 我推您出去 摔摔太阳吧 好 啊 好 华先生 我在最后问您一次 您确定要把全球第一财团 60%的股本 全部转赠给陈卫明先生吗 确定 清文 有消息了吗 董事长 咱们上当了 原来徐松涛只是因花诡计的一枚棋子而已 目的就是引您回国 做好政绩接管董事会 喂 因花诡计 你到底想怎样 陈一林 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 辞去全球第一总裁的职务 你休想 不想你爸出事 你最好就听我的 因花诡计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杀害我爸 我跟你没完 喂 喂 清文 马上通知上京四大家族 不必保证好我爸的安慰 是 不好董事长 连续不上四大家族 我们还是出事了 不好 快跟我走 兄弟们 这么一点钱就是脱了咱的补偿块不给 咱既然来就来要钱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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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手里面家伙什么拿好了吗 拿好了 拿好了 就好了 今天那么来要是不给这个钱 不把这补偿块给咱们结了 他们就别想动工 这咋不事 这咋不事 我孙长长说了你们一链集团就是个车头车尾大骗子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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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链集团是正规的房地产企业 答应给他人补偿 会一分不少都点到大家的 噪屁 孙长长跟我们说了 你们一链集团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都快破产了 金教师不阿普超管发下来 你们就别想动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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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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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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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说 听我说 各位老机床厂的工友们 你们千万不要听孙明海那孙子在那胡说 他是故意挑选你们来闹事的 老陈你说孙明海挑选我们 你有什么证据啊 这个 这个是大厦银行给一链集团批的 两百亿贷款的合同 你们的补偿款 马上就批下来了 这是一链集团贷款合同 我们被孙明海给耍了呀 你都看孙明海这家伙不失眼了 合着 现在挑选我拿我们当枪使 幸亏老陈及时赶到 不然 我们就注成大错了 韩诺 我们不好 我们给你道歉 对不起 没关系 不会解出去 对对对 行 那大家没什么事 就赶紧回去吧 回去吧 好我们回吧 散了散了散了 没事吧 老陈 其实有句话 在我心里很久了 一直都想要告诉你 老陈照片里面是谁 是我妻子 你妻子 所以 你对我这么好 一直都帮我 是因为我长得像你的妻子 喂 你们不要打 别说 你 你 老方子 这个补纹杯 我可是特意 没得知 来 博森 鱼儿已经入 董事长 哇 我怕出事了 喂 找不到你爸了吧 要不要我帮你啊 伟姬 这件事跟我爸没关系 你快放了他 放他 可以啊 不过 你要在记者招待会上 立马辞去警察的位置 喂 喂 该死 董事长 看来现在 只能想办法找到那位幕后老板 谈何容易 那位幕后老板已经隐退十年了 事到如今 只能按照英华诡计说的能做 您真的要把总裁位置赠给他吗 老板 英华诡计的人已经对成了名下手 接下来该怎么办 将计就计 是 芸汐 你没事吧 芸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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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么说 都怪我 都怪我 没能保护好你 看来今天 我们再见难道了 我想在 最好是个问你一句 你心里 到底有我吗 你心里 到底有我吗 果然 我就知道 在你心里 我就是个替代品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你在我心里 一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真的吗 真是一对狼情 惬意的苦命鸳鸯 许东涛 你 许东涛 你要是个男人 你就放了芸汐 我给你大条 你脑子有病吗 你可是当过特种兵的人 我跟你当年不是找死吗 许东涛 你为什么非要治我 彼此地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死 毕竟这世界上只有你才能激发出我做男人的欲望 可惜呀 有人要你死 是 好好看看吧 欢迎各位参加全球第一财团 在大厦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我说的是你要先全球第一财团怎么能做 你女儿真是世界首富 你女儿真是世界首富 我以为这丫头一直在跟我开玩笑呢 你知道的太晚了 她为了救你这条贱命 马上就要放弃自己所有的财产 你们可真败命 村总有传闻 你要协认全球第一财团董事长职务 请问这是否属性 作为全球第一财团首任女董事长和全球首富 为什么突然协认 是否因为健康问题 村总请您回答一下问题 村总 对于今天的记者会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 别担心 你爸现在很安全 鬼姬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但如果你敢失业 我一定愿意不死的休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全球第一财团总裁 陈依林你的世界 欢迎大家来参加全球第一财团的记者招待会 接下来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经济的月亮真美啊 石头 又想干什么 你说 这么美妙的夜晚 要是不做点什么 是不是太可惜了呀 石头刀你别乱来 石头刀你放开温馨 把他跟老子叫去 别了石头刀 放开我石头刀 就是你 这么压代 主条大 你们最好给我诺 所以我看见 最上 胡锦 我这么少 你 放开他 usic 欣欣 欣欣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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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欣欣 欣欣 你就是当年救了你那个 就是你的妻子 欣欣 欣欣 我想起来了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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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抱你爸 老子到底那年比不上他 你宁愿跟着一个丑司机 为什么也变一摊老子的女人 我告诉你 在我现任的老子 这些都不配 臭表情 你放开 你 你坚持一下 什么话的 叫年轻男人的胸放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 我宣布 董事长 刚刚上街四大家族的那边传来消息 老爷自己安全获救 陈总 全球技艺集团作为全球技艺公司 发布会重要性不言而喻 请你继续把揚 不要被琐事打扰 陈总 这算有天大的事 业内等到发布会结束之后再处理吗 董事长 这你没看见陈总正在开新闻发布会 还不赶紧滚车去 董事长 你没有骗你 老爷子真的获救了 陈总 王 这胡言乱言的女人给我撤出去 你不要被他骗了 陈总 我听说你爸在你心中在哪 你应该不会拿他的命当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灵灵 你是咱们市的立刻庄园 哎呀 哎呀 要要要 哎呦 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那个灵灵 你你你现在赶紧想想你就是以后想干什么 然后呢 我我好去找人给你选专业呀 我以后想当全球首富 然后给爸爸买一栋大大的房子 哎呦 好好好好 爸 我不要做什么全球首富 我只愿你能平安健康 我宣布 我将卸人 等下 爸 他们是谁啊 对呀 看着也不像是全球第一财团的高层 爸 爸 哎 他就行 你们可别乱叫啊 我可不想要你们这么多孩子 灵灵 别担心 爸没事啊 你呀 要勇敢的对抗这些 告诉他们 咱们大夏儿女 不是好欺负的 灵灵 你爸说的对 我们是你最坚实的 陈董 我们江峰集团永远站在您这边 我们大夏业航也永远站在陈董这边 还有我 还有我 谢谢大家 我现在 以全球第一财团总裁的身份正式宣布 罢免樱花轨迹副总裁的身份 并收回所有股份 陈依林 罢免我 还没有这个资格 身为总裁 我有资格罢免任何人 是 以前你确实有这个资格 但是现在 我已经得到了五位元老董事的支持 我们的股份加起来已经有公司的20% 而你 只有10% 你觉得咱们俩 是应该被拿 陈依林 现在公司大权已经掌握在鬼机小姐手里 你所有挣扎都是徒劳 实施不惹为俊杰 我劝你主动下来 免得自取其辱 你们这样做 对得起幕后大老板吗 你们可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行了 跟他幕后老板说事 大家都知道 当年幕后老板隐退的时候 就已经深重剧毒了 现在啊 就算没死 他说也是个残废 根本就不可能出来主事 鬼机小姐说的没错 他老东西早都死了 他手中的60%股权 起不到任何作用 岂有此理 你们竟然联合起来对付我女儿 你们 你们信不信我把你们都罢免了 你信什么身份 还敢罢免我们 简直是白日做梦 哎 话不能这么说 妇女无犬妇吧 咱们陈董这么年轻 就做到了全球总裁的位置 他爸 说不定真是什么大人物呢 什么大人物啊 他就是我们厂的一个下等工人 他现在给人家开车了 一个月连三千块钱到某人 连基本都没有 大人物 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好 把这个口无之冷的老东西 给我轰出去 带走 我看谁敢动 你快离开这 外面都已经安排好了 林烈 爸不能走 爸要留下来 帮你对付这不嚣张的混蛋 韩总 之前是我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现在我把我爸交给你 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林烈 你放心 他们呢 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们公司的幕后老板 和爸 那可是老熟人了 陈文明 你也太能吹了吧 你说你是全球第一财团 幕后老板的老熟人 哎呀 你以为你是谁啊 皮尔盖茨吗 哈哈 瞧你的德性 全球第一财团的大门 朝哪开你都不知道 还说什么 要跟幕后老板看关系 不要脸 谁不要脸 你们最不要脸 我告诉你们 你们公司的幕后老板呢 还想把你们公司的股份 都送给我呢 只不过 我没药儿呢 哎 你没事吧 陈文明 你是今天出门 枉吃药了吧 这老小子 想钱想疯了吧 莉莉 你爸真没撒好 刚刚真的是你们公司的幕后老板 送我们俩过来的 韩文总 你怎么也跟着我爸一块胡闹呢 你们会离开这吧 哎 别啊 这猴戏 我们大家还没看够呢 你难道很喜欢看猴戏吗 这位老人是谁啊 看模样是个普通老人 来这做什么呀 你又是谁 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马大爷 幸福敬老院等分体老人 那个 马大爷就是你们集团的幕后老板 你说 我就是全球第一财团 真正的老板 你找到这个演员也太业余了吧 随便进老院里找个老人 过来冲户啊 你找人冒冲 多花点钱 你看你找到这老头 比你还愁 怎么可能是幕后大老板 哎 陈一连 这就是你所谓的幕后老板 爸 你总别闹了 爸 没闹 你马爷爷呀 真的是你们集团的幕后老板 你这些年呢 之所以成长这么快 多亏了他帮助 好了爸 算我求你了 这已经够乱的了 你就赶紧再马爷爷回京老院吧 哎呀 哎 来都来了 怎么不表演进去呢 我们大家还没看够呢 啊 哈哈 你们几个还想装到什么时候 还不赶快滚过来 还不赶快滚过来 好董事长 您终于回来了 这位老人真是全球第一财团的幕后老板 喂 爸经常对准他 你们几个这是在干什么 回忌小姐 这位真的是全球第一财团创神马 英伦老先生 回忌小姐 快点跪下吧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幕后老板 当年你爷爷给我下股 以为我死定了 殊不知 我根本没有做过 只是借此隐藏在幕后 樱花鬼计 这些年 老板派我潜伏在你身边 暗中调查你们樱花家族的犯罪证据 现在 你全部交给相关部门 你们樱花家族 完了 不可能 我们樱花家族转成数百年 早看到说倒就倒 喂 爷爷 你不许 原来老爷应该在老小子是装的 我们樱花家族 完了 什么 老陈 我们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千万别当真 老陈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再续前运 别介意 介意 不好意思 我呢 已经有老婆了 孙明海 黄梅妹 你们两个勾结徐东 坑了我们老机场厂员工那么多钱 现在又联合这些人来欺负我女儿 你们两个呀 就等着和警察好好解释去吧 老陈 娱七 嫁给我吧 不客气 小卓 小卓 我 这些人来负责 我 在理论 这个 Hah 我 突然